已经在去年就已经宣布十次了 那整个里面有八大服务项目 那八大服务项目就包括了生活招呼、计较护理等等的项目 那这八大服务项目里面没有涵盖我们牙科的口腔清洁这一块的领域 所以在口腔清洁这一块的招呼 就没有办法替这个常造的住民常造的犯者 做这一方面的口腔招呼的领域 所以希望以后万一每三年或每几年能够调整一下 能够把口腔清洁这个领域 能够纳入在常造服务项目里面 那你要个顺便讲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常造要包括牙齿 因为常造一般都是三管禁止 鼻尾管禁止比较多 那口腔招呼通常比较不干净、不清洁 那因为常会有舌胎严重的牙筋斑 在口腔里面会造成一些口腔方面的感染源存在 那这些感染可能会因为誤怨誤吞 造成吸毒性或誤怨型肺炎 那这种肺炎有可能会造成 可能要做住院 一般常到老者一般住院的最大的比例是肺炎 那因为口腔感染引起的肺炎吸毒性肺炎 或誤怨型肺炎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口腔清洁的动作 把它弄得完整一点的话 可能在他住院或在肺炎 得到肺炎的比例会降低一点 所以希望在口腔 可能造成服务法里面 能够把口腔清洁的这个项目 能够纳入口腔服务法里面的服务项目里面 医师我想请问你 一个肺炎的患者怎么样知道 他是因为口腔的感染造成的肺炎 他可以在医生内科的医生可以 这个区变出来吗 因为在一般人都没有这种观念 一般如果他不是因为感冒 感冒或身体 一般呼吸掉感染或感冒引起的话 引起的肺炎 大概就是因为有口中 无缘性造成的肺炎 如果感冒引起的 本来就是有流行病 跟他们来做感冒的处理就好了 那一般如果没有任何症状 造成肺炎的话 一般都是口腔进去的肺炎 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你没有症状 你没有感冒没有症状 但是他就是得到肺炎 那这种肺炎 可能因为是口腔感染造成的肺炎 那医生他们在住院的时候 会在写是这个 物验性肺炎 会写得那么清楚吗 因为在 他们都会评估 因为一般我们都没有听过这样子 知道这是肺炎 但是 他有一种一种 就是吸入性肺炎或乌烟 就是吸入性肺炎或乌烟 就是吸入性肺炎 就是吸入性肺炎 大家一定会有比较乌烟性肺炎 就是吃东西 然后因为他体育困困 他没办法跟我们吃东西 要把食物从食道推进去 那一到气管里面就造成乌烟性肺炎 那他咀嚼困困困 他没办法做正常的咀嚼困困 那他就会造成乌烟性肺炎 那有时候一般的口水 一般的口水也会造成乌烟性肺炎 食物也是啊 食物沒有把他正常吞到食物裡面 不是我說口腔菌 所以如果他裡面沒有吃東西的話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口腔裡面的菌感染造成的 包括含口水啦 含口水裡面的菌比較多嘛 感染就比較多 然後污染到那個氣管裡面會造成污染性肺炎 那一般感冒就是有感冒症狀 那才會被排除掉 完全沒有感冒都ok的話 他會造成肺炎的話 其實性肺炎的比例比較高一點 ok 了解 謝謝